政治經濟學之外還要來看到 叫做我們發現到最近 這個習近平的狀態不太一樣 因為習近平以前在整世軍隊的時候 大部分都只是穿軍便服 可是沒有想到 這次竟然穿的是迷彩服 感覺起來他好像要打仗了 過去習近平我們知道 從胡錦濤時期 他們有穿這個軍便服 但沒有掛任何的軍階 也沒有掛任何的配章 就是等於就是一個軍便服 一個綠色的衣服 表示他跟軍隊是站在一起的 這從胡錦濤時期開始做這個事情 那習近平現在更進一步 穿的迷彩服 表示什麼 要進入到一個所謂的 戰鬥的一個位置 就跟軍隊更加的這個 更緊密 更緊密在一起 因為他不只穿迷彩服 還穿的是打綁腿 還穿這個軍靴 連綁腿都來了 對 還穿軍靴 他是長官 因為你可以看到說 穿軍便服的時候 他跟一般的官員 還是有比較大的差別 因為一般的軍人 他有肩章 有領章 所以你只是 你上衣雖然是同樣是綠草綠色 可是看得起來比較明顯 可是你看他穿這個 所謂的迷彩裝的時候 因為徽章識別不是很清楚 就看起來更其一 更一統 他跟阿兵哥融合在一起 然後跟他們更齊心一致的 看肯定就全部聽我的指揮 這個我覺得跟所謂的 美式的文化也有點接近 就是我們看到美國的總統 到航空母艦的時候去巡視 他也穿了一個飛行夾克 感覺到跟軍人 感覺到站在一起的 我覺得其實從胡錦濤之後 他也某種程度的 學習到了美式這一種 就是說國家領導人跟軍人 站在一起 而不是有這種尊卑的關係 不是說領導跟被領導的關係 而是我們是一家人 當然就是習近平他要抓軍權 抓軍權我們剛剛知道 現在來講 包含這個所謂的 這個中將以上的人 雖然都是效忠習近平 可是他們跟江澤民的關係 還是很密切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 他現在對於大校級 因為我們怎麼知道 大陸 中共除了這個少校 中校 還有上校 還有一個大校 大校是立於這個 少將跟這個上校之間 這個大校 大校級現在是 這個習近平非常重視 只要升到大校的 他都親自一一來接見 為什麼 他現在的布局是年輕的 具有戰鬥力的 這個所謂的中生代的將領 因為他知道中將 上將 他要去影響 要操控比較不容易 這個少將跟大校這個階級 是他可以去培養 可以去操控 然後跟他 對他效忠的 所以我覺得他最近 在這個7月份的時候 他做了一大規模的一個 所謂大校級跟少將級的 一個人士的一個爭拔 親自來操控 親自來接見 來讓他們知道說 我是提拔你們的人 未來再過幾年 這些大校就要升少將了 再過幾年這個少將就要升中將了 他們就成為解放軍 所謂的整個的領導體系 最重要的一群人 習近平現在是要抓這些人 至於老人慢慢讓你退伍 慢慢退伍 然後讓心血上來 這他目前他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戰略的規劃 他的人事的安排是如此